台北市长柯文哲佐与前台北市法务局前局长杨芳林在议会备寻图联合报系资料照分享 台北市政府前法务局长杨芳林传具签远兄同一书跟市长柯文哲产生嫌弃政坛先播 现又传出这张同一书是去年9月8日解约大线前一天 由市府远兄高层共同乔出来远兄董事长赵滕雄也在场还吃了市府准备的便当 蓝绿议员痛骂市府已成乔家大院柯文哲诚信荡然无存 市府远兄双方接证时有此会议但说法都不拢市府发言人刘一听说 那场会议单纯是远兄递交同一书与北市府并非双方磋商 远兄发言人杨顺青则称当天远兄出席的人员都是同一书上签名的人 同一书内容确实双方有协调 避免大巨蛋成为选举 斑角时北市府去年中层下通牒 三个月内远兄拿不出公安改善计划就解约大线为去年9月8日 一名市府高层透露当时市府一边寻求其余企业接手大巨蛋 一边跟远兄协议解约最后中信金吴接手意愿 眼看大线将至市府倾向大巨蛋去见 去年9月6日邀远兄磋商 远兄董事长赵腾雄9月7日上午率公司经理团队 在汤家风、蔡宗义、杨顺青和林金城前往北市府 与市府两位副市长邓家基、陈景俊市长是办公室主任蔡碧如 市府前发言人林贺明及时任大巨蛋律师团 现任法务局长原作会排排座 时任法务局长杨方林则未参与 双方花了一个上午将同一书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 市府幕僚还替远兄订中午便当 据了解考量赵腾雄年纪大 唯独赵的便当是鱼肉配青菜 其余远兄代表是排骨便当 当时一名市府高层还打趣说 赵董吃的事最甜疑 现场气氛融洽 刘亦廷表示 市府去年发出现改函 远兄在中约前改变态度 那场会议单纯是远兄递交同意书于北市府 随后在下午发文于市府体育局大据干筹备处 并无双方共同磋商过程 远兄公司当日下午曾发布新闻稿 证实有地交同意书与市府远兄发言人 杨顺青表示当天远兄出席的人员都是同意书上签名的人 同意书内容确实双方有协调 陈景峻受访时表示 确实有这场会议 但当时大据干案由邓家基主导 细节要问更比较清楚 邓家基则说 就他的记忆 当时远兄又拿份同意书到市府 但他自己看都是厂商 因办事项 民进党籍市议员周伯雅直疑 当时市府下通牒 要求远兄三个月内提出赶工计划 最后远兄禁止用张同意书 就让整件事轻轻放下 被市府完全抹杀自己法律效力 把自己发的公文当废纸踩在地上 整个市府言而无信 国民党籍市议员王洪为止 整个市府团队太离谱 过去意味追问 市府跟远兄私下见面几次 从来没有真实说法 马英九时代至少有会议记录 结果柯市府都是私下乔 完全说好诚信 整个柯市府团队根本是乔家大院 小木偶政府 无党籍市议员佟仲彦日前于总质询时 拿出大据淡案的同意书 质疑上面 景远兄方先民图序议员佟仲彦研究室 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